由選舉管理委員會主辦的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網上候選人簡介會現在正式開始 已經在4月18日於憲部公布提名有效 亦公布了提名的選舉委員的名單 在今次選舉,主投票站及點票站及點票站付設的新聞中心 都會設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選舉事務處就會在提配日大約10日之前 向各選委送遞一個投票通知書和商間文件 至於投票方面,法律規定行政長官選舉無論是有沒有競逐 行政長官都必須要由選委投票選出 只有他的名列在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名登記冊的委員才可以投票 今次是因為有一名的有效候選人 如果候選人是需要取得超過750張有效支持票 才可以在選舉中當選的 如果候選人所取得的有效支持票 是不超過750張的話 選舉主任就會公開宣布這次的選舉 是沒有候選人當選 以及終止選舉程序 屆時就必須重啟這個選舉程序 進行另一輪的提名和選舉 由於疫情關係 為了減少主投票站的人流 投票站是會延遲到2小時30分的 即是早上9點至11點半 所有選委必須在上午11點半或者之前 到達位於會展一樓的主投票站 我們今次因為疫情關係 也都將選委會的五個界別 劃分了不同的建議投票時段 我們就請他在建議投票時間 去主投票站投票以減低人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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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